只见那座镜面上一片模糊 荡漾出道道连衣 如同稀稀利利的雨点落在平湖 将湖底所有风光尽数演映起来 无法看清风好 哼 九仪对我万宝楼可真有心 还布下尽致 难道我们还会窥视他们不成 柯同光脸色沉了下来 闪阔极度的不快之色 愤愤地说道 丽妃雨有些尴尬道 这个我们这不就是正在窥视人家吗 柯同光老脸一红哼道 若非他和李云霄在一起 我们岂会窥视 护明日道 那李云霄果然不简单 这楼宇之中的一切动静 都会反映到这三十六面地煞镜内 他竟然可以师数隔绝 神通不小啊 看来他的神师之力 可以穿透包厢禁闭 竟然是真的 柯同光满脸的震惊 护明日道 现在重要的不是真假 秦川周楚带来了圣域铁令 让我们协助调查李云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跟秦川和周楚二人交差 李飞宇偷疼道 调查李云霄 只是他二人的私自行为 应该与圣域无关 别忘了李云霄的炎武城 还在圣域保护之下 我现在就怕他们发生冲突 确切地说 是怕他们在新炎城发生冲突 护明日点头道 的确 李云霄的身份不简单 秦川周楚我们更不敢惹 一定要压制他们不在新炎城内冲突 只要出了新炎城 就算同归于尽 也不关我们的事 李飞宇道 我看这三个人迟早会有一战 现在只能以拖为主了 我尽量周旋秦川和周楚 李云霄这边就由护大人多费些心思了 护明日到 我便派专人盯着他 不得已的时候 即便是用武力强压下来 也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对上 这只是最坏的结果 现在万宝楼的人手极度紧缺 拍卖会场除了闭号档外 还有许多未知因素 让我总觉得心里有不安 他一副担忧的模样 柯同光笑道 胡大人是太紧张了吧 高度警惕是应该的 但不要太给自己压力了 护明日点了点头 三人很快消失在大殿之中 此刻拍卖会场后台 东院的一座中厅内 九仪面色凝重道 当初在梅家的吴定河内 云绍可曾发现了什么异状 或者触动了什么东西没有 李云霄心中一阵道 九仪为何有如此疑问 九仪望着他说道 看云绍的神色闪烁不定 想必是有了 李云霄道 难道梅家或者吴定河出了什么事 两人一言一句都是咨询对方 自己不肯透露半点口风 九仪苦笑不已 无奈道 跟云绍谈话真是吃亏 吴定河乃是我梅家屹立的起源之地 众要万分 妾身也不敢相瞒 自从这次的吴定河重新开启之后 其中的灵气越来越强 而且那种毒性也是越来越强 开始的时候 梅家的子弟受益肥浅 妾身也是暗自高兴 东尔能够如此快地冲击高阶五尊 也是托此之福 但是后来 他的脸上一下子露出浓浓的担忧之色来 东尔你来说吧 梅东尔应了一声 也是面色凝重的 对于此事 我应该是感触最深的 那吴定河中古怪的毒性 可以让梅家之人 拥有极强的鉴定艺术 这种能力的强弱 完全和体内的毒素成正比 他抬起手来 运转原力 一道道深绿色的气息 从掌心溢出 随后右手掐掘 双指并拢朝那绿色的气息点下 一道金色的光芒 在指尖绕成一圈 形成一个戒子大小的金环 那深绿色的气息 似乎被这道金环束缚住 慢慢地翻腾起来 最后凝成一粒细沙般的绿色晶体 梅东尔已经是脸色泛白 满头出汗 以他九星五尊之力 做完这个动作 都几乎要脱力了 云霄大哥 这东西便是那毒素 以前无定核中的毒性浓度 即便吸入体内 也绝无法凝成精态 但现在不仅是量 而且似乎质上面 也发生了变化 梅东尔一边说 一边额头上蹚下冷汗来 他源源不断地 将原力灌入那戒子般的精环内 维持那毒素的结晶状态 李云霄瞳孔皱缩 吃惊地望着那绿色晶体 只有米粒的十分之一大小 九一道 这毒性对梅家之人身体的影响 暂时不明 但东尔逼出的这缕阴毒之气 极为厉害 他扔出一块银色的金属 在空中一闪 梅东尔只觉一变 那精环骤然一散 绿色晶体 一下子再次化成烟雾状 他五指须握 猛地朝那银色金属拍去 只见光芒一闪 一道绿色之光 瞬间将那银色金属击穿 并且烧出一个拇指大小的洞来 李云霄脸色大变 震撼道 北天韩星铁 那被洞穿的金属并非他物 正是他用来炼制万剑图的北天韩星铁 他猛地朝空中一抓 顿时将那块北天韩星铁射入手中 脸色万分凝重地观察起来 九仪一脸的无奈之色苦笑道 虽然此毒对身体的影响尚且不明 但他的威力云霄也已经看见了 不能弄清楚这东西的情况 我身为梅家之主寝食难安呢 那被贯穿的孔洞四周 十分光滑平整 就好像天生的破洞 不像是外力造成的一般 意思是 此物不仅能够让你们梅家身具异能 而且还有如此强大的腐蚀之力 李云霄的额头直接皱成了穿字 沉声道 东尔 一旦感受到任何不适 就立即停下 千万不可再入河中修炼 梅东尔见他如此关心自己 心中一暖 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珠甜甜的笑道 若是情况不对 我一定会停下修炼的 但此事关系到梅家命运前程 必须弄清楚才能安心啊 李云霄点了点头说道 此物我也未曾见过 但的确恐怖异常 东尔可否再弄出一粒来 给我探究一下 梅东尔为难道 此物只有在强大的力量压制之下 才能结成晶体 而且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 想要将他保存下来 都是无功而返 只要一离开压制 立即就变回气态 并且腐蚀万物 李云霄道 你只需将他逼出体外 我自有办法 梅东尔愣了一下说道 好 他再次运转原力起来 咬牙凝出了一粒 那微小的绿色晶体 整个身躯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似乎无法支撑太久 李云霄随手一挥 便将那微粒抓了过来 随即绿芒一闪 就消失在掌心不见 九姨和梅东尔都是眼中一亮 有些不能相信 九姨吃惊道 云绍是如何将这东西收起来的 李云霄道 抱歉了 此法恕我不能外传 而且也只有我一个人使用 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直接收入戒绳碑内 用一道规则之力 镇压住便可 九姨失望道 既然如此自不能强求 现在云绍可以将当初 吴定河内发生了什么事 告知于我了吧 李云霄点了点头说道 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 我只是在吴定河底 发现了一块玉牌 上面写着 何区通幽四个字 那块玉杯的材质十分特殊 当时我想顺手取走 结果却从下面传来了恐怖的力量 令我不得不放弃 玉杯 何区通幽 九姨一惊 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色大变起来 李云霄诧异道 九姨 知道此呗 九姨脸色凝重道 我似乎在梅家古籍当中 见过类似的记载 在这场拍卖会后 我便回去翻看一番 也许能找出其中的关键 李云霄看他神色有些闪烁不定 知道必然有所隐瞒 但这是对方的家事 他虽然极为好奇 但也不便多问 只是说道 那粒绿色结晶 我会仅我所能地查出名堂来 有消息的话 第一时间通知九姨 九姨欠身道 那妾身就多谢云绍了 他的感谢倒是真的 虽然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资料 但李云霄至少提供了一个线索 让他有了着手点 之前云绍曾言有事找妾身 不知道是何事 九姨有些好奇地咨询起来 李云霄苦笑一声说道 也是对遗物有些不明白 想找能见万物的九姨帮我看一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五指一抓便在九姨面前摊开 一只那米粒大小的淡黄色虫子 便出现在手心 活物 九姨瞳孔微缩惊到 好强的精细元素之力 若非感受到了生机 我还以为是变异的精细元素本身 梅东尔也是一脸的好奇 凑了上来 同样是吃惊不已 九姨将手放在李云霄掌心上方 两人手掌之间微微拨动了一下 好似水面荡开 那金色虫子的身体也轻轻颤抖了一下 啊 九姨猛然尖叫了一声 条件反射式的缩回手来 整个人吓得连连后退 九姨 梅东尔大惊急忙上前扶住九姨 满脸的震惊之色 他从来没有见过九姨如此失态 李云霄也是奇怪起来说道 此物有何能耐 竟能让九姨如此害怕 九姨满脸的惊恐 呼吸也变得有些粗重起来 难以置信地盯着李云霄的手中之虫 一阵之后 他才心有余悸地说道 此物给我的感应之强 乃是身品警戒 虽然我不认识它的来历 但这东西一定是真灵后意 甚至就是真灵本身